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1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五个录播的节目 着重来谈谈台湾 台海局势现在是空前紧张 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 因为现在不仅是中共国 美国其他世界很多国家 现在经济都不景气 尤其中共国 现在经济上非常困难 越是在这个情况下 越容易走偏 因为就像一个村子里有的家庭 日子不好过 可能就要出来找事 反正也不好了 打他一把 说不定高高军火的声音 还能打一打 打出个大小个来 现在习近平也知道 自己这个使命是什么 习近平把自己定位是超过毛泽东 他如果不把台湾拿下来 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比 所以习近平的确是有一个 这么讲吧 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但这个梦想 根据以往这十年他做的事 犯着他的梦想到些位置没有一个如愿 你比如脱贫空间吧 现在也没搞成 一带一路 遇到了这个挫败 雄暗心虚 烂尾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吧 是病毒共同体 等等等等 北京政教所也不提了 可以讲他想一出事一出 都有梦啊 一串梦 但每一个梦实现 就是那个最大的梦 就是武统台湾 这个要比肩毛泽东 这个就要试一试了 不过这个和和平年代 其他的上述那些目标不一样 这个一旦输了的话 那就什么也没了 但是你很难说 习近平他就不敢试 因为他这个人呢 你看过去这十年非常鲁莽 即使是愚蠢的事 他也可以做到底 这个确实是愚不可及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台海局势的这几天 尤其是这一两天 这几个小时 重要文章 其中美国之音有篇文章非常长 但是我觉得很好 和大家分享分享 在这之前先介绍 发广的一篇 先介绍万维网的一篇文章 他说就是要砸北京的锅 韩日英德 就韩国日本英国 德国纷纷表态 看看他们表什么态 这几天台海问题 让中共焦头烂隔 即美国欧盟早已警告 北京不可改变 台海现状以后 包括韩日英德 多个国家正要纷纷公开表示 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 而是全球议题 中共老讲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打的是你们看着 不要管 不要管的话 如果仅仅是 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话 只有台湾和大陆的话 那肯定了人家 这个不能从这个人数啊 兵力 还是军事设施 还是经济条件 那肯定打台湾没有问题啊 这个尤其是地理位置 台湾是孤岛啊 不像这个乌克兰啊 边境和波兰连在一起 将来援助都比较麻烦啊 那么但是呢 这个事到底为其他国家会不会介入 现在是一个议题啊 这篇文章讲说是 这个台湾问题啊 是全球的议题啊 说北京当局过去有关 不能赚中国人的钱 抓中国国的威胁说辞啊 以前中共不讲了 大陆给台湾的提供了大的市场吗 台上在这赚了很多钱 你赚了我的钱 还想给我打架 这习近平就是这样一个狭隘的意思啊 说目前在西方世界 丝毫不起作用 就这一套东西 也就是端碗吃肉 大碗吃肉 放碗骂娘啊 这意思啊 说是西方国家不认同 台湾问题上升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了 有的分析指出呢 G7就G7位代表的西方国家 空前团结在这问题上 在战略上 中共已经非常被动了啊 陷入了困境 这有点像对乌克兰一样 其他工业国团结非常紧密啊 大概现在目前只有马克龙 法国动摇啊 那么如果中共南海执意于无讨 这就与西方彻底探牌了 后果就不是中共自己能控制的啊 我也这样认为 综合报道啊 韩国总统英席月19号 接受采访表示了 台湾议题不单纯是 中共和台湾之间的问题啊 就如同两韩问题超越了区域 他讲的自北韩南韩啊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议题 尹徐月强调呢 韩国和国际社会都坚决反对 试图通过力量改变 现象的做法 北京随即跳脚了啊 教教韩国要审慎处理 和台湾有关的事物 台湾问题不需要外人指手画脚 几个小时以后呢 韩国外交部反击 就在这个问题上 韩国坚持原则反击 呈中共外交部的说法不合理 第二天呢 作为对北京外交无理的抗议 他就召见中国大使 对韩国罕见高强度回应中共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援引台湾国安研究所 副研究员李哲全的分析 他说呢 当中共明显试图以武力改变 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的时候 国际社会有权力表达反对意见 这是普世规则 但我认为习近平现在恐怕是铁了心的 因为什么一个字刚刚讲到经济的问题 国内你想经济一路下滑呀 外商纷纷撤资工厂倒闭 老百姓民怨沸腾啊 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 就像今天下午也出去走一走 在不同的场合见到很多华人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搞评论 我就碰着就和他们聊聊天 一般都和我这岁数差不多少了 大部分都是小孩在日本读书 后来留在这里 生了孩子 他当爷爷了奶奶了 有时候聊天我就问他们国内的情况 今天我还是遇到一个人啊 来自东北某一个城市啊 我不相信讲了啊 别叫郭宝在堆上号整的就不好了 是吧 都是都有缘分的 还跟他聊挺长时间的啊 我就问呢 你那个城市这个经济状况怎么样 他说不好啊 老百姓现在生活很难啊 说是这个不像以前了 工作很容易找 现在不容易啊 老百姓很苦 也很有一切 听他讲的情况 对习近平有一些 看来都不 也不傻 大家都很清醒 说是习近平搞这道东西 完全倒退 但是他很悲观 他说习近平现在都换成自己的人了 改变不了 他说最起码得干到死 还不得干到89 他说就麻烦了 现在国内人都是背后都议论 说这下可麻烦 咱们就变成北韩了 他很悲观啊 我说就说 我说过两年 会不会出现1976年粉丝时报那样 把习近平突然间拿下了 改变得太难了 他说现在习近平 就他们那个省吧 都已经就是贪官爪子从上倒下 全是对立派 一批一往里进的 他就抓得太多太多了 然后我就讲了一两个人 因为以前那个城市 我去采访过 他就很高兴 他说那两个人就有一个人已经进去了 等等等等 他说你现在都换成他自己的人 都支持他 这个他们自己过好就行 还管老百姓吗 你老百姓没有招啊 该生气 都感叹说是中国要变 变成北韩了不愿意啊 这个这说明什么 说明人民对习近平的看法 都很负面啊 那么再想他如果真打台湾的话 那不更麻烦吗 是不是啊 就等于这个中 中华民族的这个内斗开始了 自想残杀啊 就会像乌克兰这样 西方各个国家提供武器 也可能亲自参战啊 那就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了 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中共明显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稳定现状 国际社会有权力表达反对的一场 这是普世价值啊 他这里引用了这个海外评论员王赫的观点 说比韩国更让中共恼火 就是日本 就日本现在有种迷激感 那日本从无种程度讲 比台湾还着急啊 你看我看台湾电视台报道 就是日本 那些日本的电视台就报道 台湾的小孩就开始军训 小孩也开始军训 4月18号日本作为东道国G7的外长会 公布了联合公报 公报对华部分的第一行使 行使了去年生命中没有用的语言 就是我们认识到坦诚接触和直接向中共表达关切的重要性 就现在必须告诉中共 我们的态度肯定要介入 你得相信我们 否则他可能蛮干 他说这个敦促中共负责任的形式 不要进行威胁、胁迫、恐吓、生物力 有意思的是 法文从马克龙此前访华送了个大礼 称欧洲应当实现战略辞职 就于是你打的时候 欧洲不帮忙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对习近平是很大的鼓舞 但是七国会议上 各国又统一不掉了 有评论讲说 马克龙是刷嘴皮子 说出日本外 德国这个叫布尔伯克 这是打脸中共是最狠的 结果这个女性一讲满之后 中共发泄不满 把这个徐志勇和丁家喜重判 而且还骚扰其他的异议人士等等 这一两天都有 网上都有消息 英国卫报4月18号报道 英国外相叫克莱福利 克莱福利表示从根本上不同意 台湾问题被中国内部的失误 英国肯定是握一堵火 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就设在英国 对不对 国际社会都见证下 中共曾经细思淡淡的 邓小平和撒基尔之间的承诺 撒基尔还摔了一跤 那一天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50年不变 25年就变了 而且变得很彻底 成了一个香港 可以成了一个习近平 可以随便抓紧的一个地方了 说他强调和平解决两岸 紧张局势 通过区的共识 而非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英国现在态度很强硬 符合全球人民的利益 他说 4月18号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波雷利也说 欧盟拒绝任何外来势力 干涉台湾的事务 欧洲舰队 需要参与台海海 海峡的航行自由等等 不过也挺诡异 你看马克龙虽然是态度动摇 但是法国的军舰还通过台湾海峡 你向外界宣示 显示简直是公共区 我们走一圈 这挺有意思 并表示欧盟准备好 面对来自任何地方的挑战 那就等于说要他打起来 欧盟也要参与 那就世界大战了 这里就引用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 副研究员李哲全的观点 他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 近日在台湾 台海问题上展现出的强硬态度 是正在发生的国际局势转变的标志 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接受北京所谓的 不能赚中国的钱 就砸中国锅 赤裸的胁迫 或者让北京以战略为主 自主 国家利益等借口进行渗透发挥 各自为政的西方阵营 有可能遭到极权势力逐步的瓦解 就是中共想通过马克龙 想瓦解 现在看来瓦解失败了 不那么容易 七十多年和平稳定 自由的国际秩序可能就要颠覆了 因此呢 通过民主国家 就是自由价值观 统一这个制度统一的国家一致 联合且针对中共 可能习近平就受惠成见了 这也很难讲 有的时候习近平一定要试他一把 反正习近平心想 反正我很多梦都已经砸了 再砸一个有无所谓 习近平这个人确实给人一种感觉 是一个有这个报复的人 那的报复有多大 很难讲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好 他讲到机场雷达 就讲台湾的机场和雷达 都在中国导弹射射之内 台湾如何抵御共产党军队 空中有势 要真打的话 他认为台湾面临挑战 很难 他说一旦开战 解放军首先是空中有势 那肯定了 狂轰烂炸 炸于平地 说中国空军将比乌克兰战争中 俄罗斯更有机会 在台海建立什么呢 早期制空权 就抢夺制空权 那当然了 台湾也有F-35 有先进战机 遭到台湾国防部的反驳 国防部一开始生气 你先他们一打一下 忽悠什么 人都是这样 都愿意叫别人讲好听的话 顺着自己讲 说军事专家认为 台湾空中面临着地理 数量 整合能力上多重挑战 美国之音这篇文章说 美国期需呢 帮助台湾建立多层次 防空导弹防御系统 考虑出售远程打击武器 组织解放军 打击台湾的关键空军基地 他第一轮肯定针对着空军基地 进行彻底的洪杂 让你打哑巴了 你不能说反击 这个意思 他肯定要这样 我想说美国众议院下属的一个美国中国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和华福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 就美国的智库很多 就出点的这些一些文人们 是吧 也包括一些总部队推卸的人 他们参与这些活动 然后写些文章 争取经费 智库 有的是一个论文 能换不少稿费 我听说 说4月19号晚上 台海战争举行 毕民推演了 这个我曾经在上个节目讲到 也就加格达 加拉格尔 他说美国有必要帮助台湾全面增加武器 提高远程导弹的生产 企业也必须为经济后果做好准备 今天早上我看台湾有个DSI 报道说这个冰推 结果很吓人 抵御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是小事 中国和台湾损失都是很重的 我们正处在中共共产党 可能入群台湾的极度危险当中 昨天的冰推凸显 有必要在任何危机中开始前 就采取行动作贺 现在你必须告诉习近平 这个危险性不能干 习近平不停 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5号 他援引一个秘密文件 说是若北京对台发动攻势 台湾将以抵御来自对方空中有势 文件透露台湾 关于怀疑台湾的空防准确政策导弹发射能力 就因为他发射的时候 你那么提前预警 他讲这事 并称台湾仅有超过一半的飞机 具有完成作战能力 因为现在中共不断地找台天都来 已经把台湾的飞机的损耗 它都有折旧 折腾差不多少 人也很疲惫 该报道表示台湾担心 可能需要多天才能将飞机转移到隐蔽的位置 一旦打起来 你的隐蔽的位置 你的给他人事安排 临时安排要有事件来不及 否则遭到中国导弹的袭击 不过台湾国防部是4月16号讲 有关报道内容不符合事实 台湾军方针对各种犯台 可能军纳演训地想定 实际调整作战计划 因为有些报道这样一讲 台湾就是觉得没面子 实际台湾确实具备这个问题 准备不足 积极的备战 同时要强化什么呢 战备训练提升战力 这篇文章指出 他就引用了美国国防大学 一个中国研究中心 国防大学还有中国研究中心 叫桑德斯 4月20号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研讨会上 他对美国基因指引讲 他说防空能力对台湾来讲是个大的问题 他第一轮肯定是空中打击 说台湾机场和雷达 都在中国陆际导弹的射程之内 中共演练了多少年的时候开始要准备要打 总体评估是台湾空中将很快退出战斗 就是穷于阴腐 匆匆忙忙就在躲避 因为台湾的机场将会消失 机场没有了 台湾空中一旦升空 空军一旦升空 就在中国大陆的地对空导弹射程范围 你飞机升空已经落不下来了 那么桑德斯认为台湾必须着重发展可移动的便携式防空系统 空军不可能是台湾的方式 因为不会在冲突中持续太久 剩下的就是各种机动地对空导弹 可以四处游动 就你这个反击不能再固定地点 它马上侦测到了 然后它给你一连串打击 就是彻底完了 这样中国就无法瞄准 地对空导弹的作用 并不总是用来击落敌人的飞机 而是迫使解放军从更远的地方 或者更高的高度作战 使其效率大捷 它要从远程打击它就难了 它说华盛顿有个智库约翰镇研究所 有个研究员叫哈勒 他说台湾最大的挑战是地理 地理性的 乌克兰国土大 有很多隐蔽目标的机会 而台湾它是向后人口稠密 它这个孤岛 说就这么一块地方 说是大城市众多 是在其成为地狱般的城市战区 但它非常小 理论上很容易被侦查 它这个元素覆盖 以识别目标 不过台湾地势险峻 我听说山底下也建了一些设施 底下可能挖空了 说它指出台湾飞机的另一个主要弱点是 有可能中国导弹的首次打击之中 在地面上被击中 它基本上地底下裂 我听说底下有五层楼那么深 我看一个报道前 尤其是军事设施 说五爪大楼泄密文件和其他信息表明 如果空军困在地面上 台湾没有坚固的飞机掩体 来保护空军 考虑到中国飞机的数量 台湾可能不堪总副 他这里就介绍了飞机的数量 过一会儿后面有一个数字很吓人 他说台湾国家政策研究会的副研究员 叫接纵 他这篇文章主要介绍 这个叫接纵人的观点 他说接纵认为台湾空军 主要的挑战质疑在于 台湾西部的机场和预警雷达 即受中国破坏 他表示当台湾的防空系统 包括各种长距离的雷达 都还能顺利运作的时候 整个联合防空的效能就不错 比如中共的弹道飞弹离地的时候 台湾预行就可以发射信息 提出预告 他说这个时候他有多长时间 有七分钟 而且呢 爱国者飞弹还可以把中国的雷达 锁定几个特别的空域 然后进行拦截 就第一轮的拦截 但是现在问题是构成我们这个 整体防空系统里面的长距离的雷达 大部分都固定在阵地时 都是固定的阵地时 很可能在中共的头几波的远距离的弹道飞弹攻击之后 这些远程雷达的效果就大幅降低了 就可能让人给轰了 是吧 就会影响到防空飞弹拦截的成功率 接踪支出 说在空中力量方面呢 中国缴台湾战局优势 去全球火力网站 全球还有个火力网站 研究什么都有 专门研究火力 还有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 中国军队线有多少飞机 3000多架 而台湾呢 台湾它就是才700多架 它3000多架战机 包括1000多架战斗机和900多架直升机 直升机和战斗机加起来 空军是40万 中共是40万 台湾呢 空军才3万 你想根本这个差距太大了 不在一个层次上 说美国空军战略 战略顾问叫詹义廷 告诉美国之一 说解放军对台湾最大的空中威胁 可能来自数量 就它的优势就是数量 说包括大量无人机和短程导弹 他认为解放军将在入军时 尝试使用大量火力 肯定刚开始就火力绝对猛 压制台湾首军 你看有一次我记得 中央军委吧 有的领导就讲了 就研究俄乌战争 说乌克兰之所以刚开始 现在打的基本上挺主动的 就因为什么呢 俄罗斯第一轮不够 这个挺有意思的 说获得制空权 从而克服向非洲 非常困难的台湾地形进行 进攻的劣势 哈伯母表示呢 作为历史规律 除非技术和能力存在的极端的差异 他说否则飞机多的一方呢 常能获胜 也就看谁的飞机多 谁就占优势就空优 解放军在台湾突发事件中的优势 命中目标的数量 如果台湾得不到美国其他盟友的支持 其他盟友如果不能及时支持美国日本 菲律宾就这些地方不支持的话 解放军可以向台湾扔出大量东西来摧毁他 说失去制空权对台湾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叫哈伦姆担心 除非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帮助台湾夺回制空权 否则台湾可能输掉泰海战争了 但是你夺回制空权一参战 就等于二战就三战开始了 那中共就可能要打击关岛 是不是啊 或者打击菲律宾打击日本了 就完全可能 说不定也是同时打击 这很难讲看习近平想怎么玩的 他只想一下玩大了 还是想分步走来 我估计他们内部肯定存在争议 因为他们没打过仗 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指挥 失去制空权之后 解放军可以以无人机和侦察机覆盖台湾 侵蚀台湾的反舰导弹阵地 然后开始打击台湾的大炮 唐克 还可以随时摧毁后勤 弹药库和指挥中心 这时候中共多年来 数十年来藏在台湾的这些军警特线 立刻覆出台面 开始进行破坏 完全可能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 说华盛顿游报的报道指出 台湾防空部队缺乏什么呢 共同作战图像 无法在特定事件 查看所有的部队的位置 缺乏相应的安全无线电 哈勒姆认为整合意味着什么呢 将台湾战斗机和陆基导弹 集合在一起 具有共同作战的图像 数据可以快速传输 使他们能够动态的应对威胁 然而呢 整合非常困难 这方面可能需要美国的帮助 他将来打的话 肯定美国在想办法帮助的 不知道美国是怎么帮助的 中共给我狡猾 你看他现在 应对这些事的细节都不讲 美国台湾的媒体太开放了 每天都在这 得得得得却讲出去了 中共都知道了 对此 节中指出 说目前台湾能够有 比较完整的战场 共同图像整合能力的武器 主要是什么 美国之系统为主 也就什么呢 F16AB 还有一2T预警机 海军的基隆级驱逐舰 爱国者飞弹阵地 和长城预警雷达等等 可以跟恒山指挥所 进行及时亲自交换 我看过一路像前的恒山指挥所 它的雷达很厉害 说它那个雷达能够看 大半个中国的情况 说就那个 第一线一个人的话 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像平马鞋都能看清楚 就那么厉害 说但法国制的幻象2000战机 国产的金无号战机 无法整合进去 整合不了进去 但是他讲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 有点夸张了 特别是如果当以后 66架新的F16飞机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跟恒山指挥所 进行直接的即时亲自交换 战斗机数量超过200架 以台湾这个相对狭小的空域来讲 其实这个力量相当不错 其实他只要打起这个空间 就那么大天空 密密麻麻 像黄蜂一样 那就热闹了 那么这个 你看这篇文章怎么表述 他说特别是 如果当以后 66架新的F战机进来的话 就现在仅仅是个预想 根本一看这个就不靠谱 美国老手给他武器 实际有些武器根本没有到位 就是把中共触弄了 说中国外交部清纲21号警告 台湾回归中国 二战后国际秩序组成部分 要回归中国 说中国的土地收回来了 绝对不会再失去 在台湾问题上 玩火者避自焚 就中共在台湾问题上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坚定 给我的感觉 他是志在闭的 宁可打一场战争他得收回 这篇文章指出 台湾总统蔡英文 和美国议长麦卡锡 4月5号 在美国会晤后 中国在4月8号10号 一共三天环台军演 他军演的情况介绍 邓先讲过不从不了 他说 至于以后的27年的时候 就是假如现在打不了 27年 他说如果连福建号 也开始具备作战能力 并且有三个航母 舰队群的时候 就代表说 中国大陆很可能随时随地 保持一个舰队战斗队 在海外游异 巡异的位置 可能就是西太平洋 那以前这个花莲的 枷山基地 不容易被攻击 但是随着中共的航舰战斗群 和打击兵力 可以长驻台湾移动的西太平洋 我们这个战力保存区 基本就处于 它的直接攻击之下了 他这样讲 本人认为 如果中共等到27年的话 习近平就没有机会了 习近平也就是现在最热乎 权力最鼎盛的时候 因为在班子变六下 也是都听他的嘛 尤其是李强 丁薛祥都在的助手 说他那个作战计划 想法 动机 什么 意图 能够落实 你等时间久了 都上了一些新人 再加上 这个 习近平得罪人这么多 随时都可能出事 将近DF也说不定 或者再次 就他那个身体 整天事无需 什么都要抓 身体也受不了 对吧 恐怕他就没有机会了 一个根本不需要那么远的忧虑 我认为 完全是 这个完全是不招编辑啊 就是眼下 就是 二三年 二四年 最多二五年 二五年都不能到 我就这一两年 他达不了的 他就彻底携菜了 我就跟你讲 本人认为啊 那么他现在考虑的问题 还是想付少的代价 也就是 互用国民党能通过 这个政党轮替上来 然后再控制国民党 然后呢 仿照香港 一国两制 因为那个简单 是吧 先骗一骗 这个台湾的 像这个对待香港当年 五十年不变 就开始了 甚至有可能用马英九干五年 对不对 然后再忽悠 那个方法对他来讲是 可以这样讲 这个手道擒来 是吧 他打这个算盘 这篇文章指出啊 他说 接纵 就刚才台湾那个军事专家 他担心 中国现在开始大量组建无人机 包括很多旧型的战斗机 直接改装成无人机 那他在战时其实唯一的作用就是呢 派这些战斗机改装成无人机到台湾周边空域 去消耗我们的防空飞弹 研究他们的策略 在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二十日号有一个讨论会 日本的英裔大学的教授 叫宝谦提到了 此次军演展示解放军在空中的力量 投放能力 根据煽动号航母的表现 战机和直升机三天内 大约一百二十次起降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瞄准 台湾东部两大空军基地的联系 如果仅通过操作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有些困难 中共肯定想从台湾东部增加空中行动 我认为他现在这么热闹的 就是一个忽悠 忽悠什么呢 就震慑台湾老百姓 让老百姓投票是投给国民党 不投给民进党 因为投给民党不就来战争了 他是想这样 并不是说我个人认为 恐怕他不会轻易不给党 他一个掂量掂量 就习近平本人也怕死 但他同志内心很矛盾 他又想建功立业 然后军力也分成两派 根据三东舰的表现 有120次起降 台湾前参谋长叫李贤明推测 三东号现身在台湾东部海外海 可能是演练切断外国 在战时提供台湾的军援 解放军海军部队现在现身东部 严重启压台湾的海空作战空间 以成家常便饭了 也容易发生意外 可以肯定的是 从台湾东部进攻 可能成为解放军战争计划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 因为解放军他特别多 各个军种也多 各个部门也多 他可能每一个军种都去想定 预案想定 然后进行操练 这并不等于他说 他马上就是用这方法就打 他现在心里是跌了 他没打过仗 从来没打过仗 我听我爸爸讲 你没打过仗 就吹牛没有用 我爸爸讲 你参战以后就打仗 不管是当兵还是指挥员 参战以后都在五年以后 你才能稍微知道该怎么打 打仗是一种艺术 绝对是战略是一种艺术 不是说你想想 勾横就能打 从不现成能打 你看俄武战争 打到今天 看没看出门道 是有规律可循的 做任何事都是有规律性 要怎么会出现 孙子兵法 孙兵兵法 怎么可能出现 克劳西文斯的战争论 这都是有理论体系的 中共国完全是门外 门都耍大刀 早了呢 他就是参战打完以后的 五年到十年以后 才能稍微具备点 真才实学 是吧 因为我到没有什么深的体会 我就通过爸爸 年轻的时候 请活下的战友来 来家来喝酒聊天的时候 听他们讲那些事 因为那时候很小的 记得非常清楚 战争不好打 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多没有用 实际上 这篇文章指出 约克镇研究所的 哈勒姆建议 美国可以从三方面 帮助台湾提高防空能力 第一是什么呢 增派空军海军到第一岛链 周边地区 以对抗中国空军的数量 这还需要新的机场 更新新的机场 就近几年要扩建 基地和加油机 来帮助美国战斗界 扩大射程 需要远程导弹来帮助 从更远的地方攻击 第二呢 美国需要更好的 也就是说 将空中行动和盟友 让他们行动起来 结合起来 中国在第一岛链 面临阻力越大 就越难获得制空权 第三呢 美国可以帮助台湾 部署武器 能够打击到中国大陆 特别是港口和机场 这条够棒的 其实谁都知道 到那时候 人家台湾只要给你轰到大陆 就完了 因为什么大陆老百姓 现在经过长期的洗脑 老百姓期望值特别高 就把军队看着 这个兵贵神速 就好像他们一打就胜利了 两三个小孩就去胜 然后红旗就插上去 完了台湾就投降 没那么简单 战争可不是开玩笑的 尤其像台湾这种属于孤岛 他至于死地而后生 每个人都知道 没有什么退路 直接跟你开干 另外人的历史上 你想日本统治 这个半个世纪 你想像荷兰 是吧 西班牙都统治过 你想他这也不是一般的战士 也经历过激烈的国共的内战 国民党共产党内战 是吧 所以台湾这个老百姓 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给你讲 真的不是我催 因为我经常看 我看台湾演艺围棋 我都看完了 我这个岛国的老百姓 可不简单 可不是国内大陆的老百姓 一个人远了八戟 不是这么回事的 你看他现在这些文人 谈论台海战争的时候 就像讲别人家的事 包括小女孩 都在想讲别人家 可不大回事 这就说明什么 他心里承受力挺厉害的 我跟你讲 你很难的 这是不可战胜的 你看台湾的历史上 那些故事 我看了好多 我以前都不知道 确实是很难攻起来 真的 这下地理位置 那真是一手难攻 那确实是很难 天生就这么一个 难打的地方 是吧 所以这个 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大了头了 毛泽东是不比习近平 也凶行大字大多了 说当时不邪恋 一样生有罪群 不可顾名血罢网 最后一看 不行 还是很老讲 干脆这样讲吧 也就是 上面都互相看着 很无奈 走向了人生的尽头了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 还有最后一段 他说 有一个评论员认为 美国可以和盟国合作 为台湾提供什么呢 更多的防控系统导弹 建立一个多层次的 综合防控和导弹防御系统 通过分布式指挥和控制给台海提供培训 使对手更难通过斩首攻击 瘫痪台湾的防御 帮助提高台湾空军的生存能力 例如进行快速分散和架固避难所 华尔街日报上月有个报道讲到了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6.19亿美元的数百米导弹 用于装备台湾预计在2020年 待中期接收的美国造的F-16战斗机 美国自信这篇文章最后说 为了提高台湾空军的持久战力 接踪就是台湾的军事评论员 他认为美国还需要及时分享预警 亲自帮助台湾提早进行战斗机的专场 以及考虑向台湾出售158C远程反舰导弹 阻止中国航舰进入台湾引动海域 还有提供垂直起降的F-35战机的应对 解放军的机场和跑道的攻击 他说如果我们的空军战斗机F-16 可以带着这个AZ-M158C的话 就可能在中共的航舰战斗群 比如说通过宫古海峡 巴士海峡的时候 比较有机会成功对它进行攻击 不让中国的航舰可以进到台湾 东的西太平洋 他是这样讲 但是打起仗来 你再怎么计划就不如变化大呀 一个是你的能力 反击能力 还有一个运气 这是综合性的 非常的不容易 等到下一个节目 就是再介绍一下另外 关于柯文哲的 我认为他这次选举大有希望 但愿不打仗 我就是使台海的局势 转尾为安 谢谢再见 谢谢